大理区部分农地遭到重金属污染 这几天统计面积已经超过20公顷以上 环保局紧急通知农民 今年必须强制休耕 但由于去年的检测时间是在收割之后 因此在最后收成的稻米 目前的流向有没有收到掌握 引发民众质疑 根据了解 当地有不少农民在收割之后 都是交给私人的粘米厂处理 至于农会只收购少部分的工粮 提供畜牧业来使用 也就是说 有绝大多数可能收到污染的白米 也许已经流入市面 收割完又去到哪个私人的粘畅 又通过农会系统去调查 农座的部分 之前去验是没有 但是范围没有那么广啊 那当时我们有污染的部分 我们都产出了啊 那我们要跟农养鼠那边来商量说 之前的那些农住 到底有没有需要再去追查 如果说上面认为 农养鼠认为有需要追查 我们就会赶快来协助来追 农业局部排除这批稻米 有受到污染的可能 因此强调已经承报农粮鼠 希望能追查出 这些经过私人款到手贩售的白米下落 一旦查出流向 就会全部回收进行销毁 也提醒消费者 在最近如果需要购买白米 可能要多加留意 包装上面是否有合格标章 尽量避免选购未经检验的散装米 以确保全家人的健康安全 记者洪嘉雯 赖秋风 大家好 这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